就在美国对华发起贸易壁垒 越来越肆无忌惮之时 中国钢铁企业在美国法律框架内 一次又一次地赢得了胜利 据法治日报3月20日报道 随着反垄断诉点赴审的胜诉 美国对中国钢铁企业发起337调查银所发的诉讼 在历史两年后 全部以中国钢铁企业获胜而宣告终结 美国钢铁公司提起的诉讼 包括商业秘密、反垄断以及反规避三个诉点 3月1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通知 决定终止337调查 委员会裁定 反垄断诉讼的原告需要具有反垄断损害 原告不能证明其遭受了反垄断损害 不具有此诉的诉讼主体资格 根据337调查程序 美方一旦裁定目标企业有违规行为 目标企业所生产的相关产品 或将永久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2016年5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对中国输美碳钢与合金钢产品 发起337调查 调查共设及宝钢、首钢、五钢等 中国钢铁企业及其美国分公司 共计40家企业 据中方代理律师冉瑞雪介绍 美国钢铁公司指控的涉案产品 碳钢和合金钢 基本涵盖了中国钢铁产业所有输美产品 其中反垄断速点在美国337调查中 极为罕见 最近的一起类似案件 是1978年日本钢管调查案 反规避速点也极少见于美国337调查 而商业秘密速点原告 称涉及所谓中国政府黑客行为 政治上极为敏感 2017年2月22日 在宝钢及其律师的努力下 美方被迫提出动议 要求撤回商业秘密速点的指控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行政法官裁定终止商业秘密速点的调查 据悉在美国337调查历史上 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获得商业秘密类案件的胜诉 其意义非凡不言而喻 而中国钢铁企业在反垄断速点的胜利 也避免了今后美国企业利用反垄断这种方式烂诉 甚至引发贸易战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中国钢铁只占美国进口额的2% 这样都要用反垄断的方式来告 这不是烂告又是什么呢 这样都能告成功就真的奇怪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谢谢收看欢迎订阅